恩施过之后 你连吃饭 不只连尿尿都可以建法 你连吃饭 你都可以开悟 都可以建法 如果你懂得生命的实相 你的吃饭都会充满的感恩 我们这些食物 是法界的恩施 那你在吃的当下 你就会充满的感恩 当你真正去建法 真正感恩的时候 你不会有那些我慢 或是那种哀伤痛苦 真的你的生命品质 它都会大大不一样 那你只要你有感恩的心 你自然会有更多的 想要回馈这个世间 所以真的大家有文师之后 你的成长进步就会很快 希望大家文师修 扎扎实实的一步一脚印的上来 同修大家好 我叫吴荣林 我来自台北新庄 我先谈谈我这次来的音乐 这是我第三次参与这次的禅修 本来这次我是很多音乐没办法来参加的 但是音乐音乐也是很巧的 就是说因为我 平常我在台北的一所 那个佛学院里的图书馆当义工 那么我跟我们这个图书馆里面的 义工的馆长一直都相处得很融洽 很贪得来 那有一天呢 我们这个馆长就告诉我说 因为有人送了我们的解脱道 84篇的VCD还有很多的书 到图书馆里 请佛学院把它上架 但是呢 我们这个佛学院的教务长呢 就跟我们这个馆长讲说 空海法术的书不准上架 那么听了我觉得很错愕 我觉得书父的法是非常非常的好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因为在这之前呢 两年前的时候 我来参加这个禅修的时候 我就曾经把这个法呢 就告诉过我们这个馆长 我说空海法师这里的禅修 真的很棒很棒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馆长 他大概都有所知道 所以他当他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就马上跟我讲 就问我说空海法师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书父 为什么我们的教务长会叫我说 他的书不准给他上架呢 那我就只能跟他说 空海法师是我 学佛一二十年来所碰到 所看到的一位最亲和力的一个师父 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大善之士 真的为这个宇宙 人类在付出 在奉献的一个传法 真正在传法的一个出家的师父 这是我所看到的 我呢 从台湾省各个的那个 大的大型的道场 我几乎都参与过 我都参加过 但是呢 唯独呢 人能够让我连续来参加 两次以上的禅修 就已经很不容易 我大部分都是只有去一次 我就没有再去过第二次 但是呢 因为我这样子听他讲了 我就跟我们的馆长 Jenny说 你 其实这种馆长 他先跟我提议 他说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他想亲自来参与一次 这一次的这个禅修 他要亲自来见证一下师父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师父 我听了当时就很欢喜心 我本来是没办法报名来参加了 但为了陪他来 我说好 那我就一起跟你报名 就在两个月之前 两个月之前的时候 我们就决定 那时候我就两个一起报名了 可是呢 姻缘就是这么不巧合 就要来参加了 前一个礼拜呢 我们这个馆长呢 就发现这个卵巢呢 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瘤 必须 必须马上到医院里去动这个手术 所以呢 他这一次就因缘不具足 没办法来参与这一次的禅修 但是在还没来参加禅修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先看师父的所有所有的那些那些片子 还有思念出这些所有的书 他都已经大概的涉猎过 他之前的时候 他就已经告诉我说 你师父的法真的是很棒很棒的 我说对啊 真的是很好 嗯 所以呢 我要说的就是说 其实正法呢 是不怕 不怕不怕被检验的 我呢 自己呢 有一个非常的一个坚定的训练 就是说 只要是正法 就像释迦摩尼佛的法一样 能够流传这么久 我自己有一个信念 就是说 我们师父这个法呢 一样 两千年后 三千年 五千年后 一定会 永远这个正法呢 法轮呢 一直会正转 法轮会转不停 转不停 转不停 我觉得这个道场真的是很好 磁场对我来讲是很好 我来到这里 这一次我来这里 第一天晚上 我就梦见一尊 很庄严 很大的就观念菩萨 真的 那时候呢 我早上一起来 就马上 我昨天怎么会梦见这尊观世音菩萨呢 他这一次真的可能是要来扶持我们 大家 大家来修这个法 我很少梦见这么一尊庄严的菩萨像 之前我也是有梦见过 但是我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梦见这么一尊庄严的菩萨像 这么庄严 虽然我这一次呢 前两次我真的很惭愧 我都是在带着一种 好像度假的一种心情在禅修 但这一次呢 我真的不一样 我平常我是一个动作得很快的人 讲话也快 吃饭也快 走路也快 都是没办法把个脚步放下来 慢下来的人 但这次呢 我很努力的在学习 尽量把这个脚步慢慢慢慢慢慢的 这个可以慢慢的放下来 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还有就是说我觉得能够静下来的话 就是说早上动中禅之后 能耐自香做得最好 还有就是拜佛完之后 再来做了那支香也是做得最好 你动过之后再来禅做的时候 在观觉在察觉你那心里的时候 真的好像波浪 你的心里好像是波浪 一直在那边波动 很有旋律的在那边波动 那是这两 这是我觉得能够在禅做以前 先动一动 然后再来禅做 对我们的身心灵能够进化 沉定下来是很好的帮助 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次我看了师父觉得很不舍的 就是说觉得他轻瘦了很多 原来第一天我刚来的时候 在师父还没讲的时候 第一眼我看到师父的时候 跟一年前我看到的时候 就不一样 那时候我感觉就是说 师父怎么轻瘦了这么多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原来师父是大病异常 那个晚上的时候 那第一天晚上的时候 我听师父这样讲说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很难过 我希望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做那个早晚课的同学 学员的话 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完的功课 多多回向给我们师父 让他的身体真的很健康 能够在这个 这个沙坡世界内 能够长住下去 能够把这个法 流传的更多 这样传播的更多 把这个法能够 能不能散播到这个五大桌 让全世界 全人类的人 都知道这个法 真的是一个很好 这是我们真的找到一条 回家真正的一条路 谢谢各位 谢谢 很好 大家刚才听他报告 就可以体会到 他的那种言谈 都是真诚真心的 在讲出来 包括别人对空海的否定 他还是以他的见证 然后来加以一些反驳 我觉得这都是很难得 再来有提到就是说 关于他今年的禅修 第一天看到我的时候 觉得我很轻瘦 当然之前有一场 生一场病 那这个也是 因为这几年来真的是忙碌 比较劳累一些 众生不太容易了解 我为人类为众生的默默付出的那一种 心力心愿 当然大家现在慢慢成长就可以慢慢可以看了 像早上我们在跟南众 我刚才跟南众的几位 大家同桌的时候 那他们有提到 早上看那一部 不愿面对的真相 大家才就会发觉到 原来事态已经这么严重 有一位美国学院 他就讲说 哇 他们身为美国人 觉得说惭愧啊 美国竟然面对这方面的重大问题 竟然如此的在敷衍 所以大家对我那一种 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积极的来投入 让这个世界的能够化危机为转机 把这个人类的协助人类能够心灵的进化跟成长 所以早上我们在谈的时候 那我就跟他们提到 因为大家看到高尔他的演讲里面 他有提到 人类要有效化解危机的时间 是在这十年内 他在影片里面有提到 资料里面都有提到 人类要能有效化解危机的时间 是在这十年内 如果这十年我们不去重视 不去改变 不去积极的去投入正面的因素的话 就好像说一个人得了重病 他有那个有效的期限 有效挽救的期限 如果你这个有效期限 你没有去重视的话 他就变成到很难挽回 所以早上在跟他们谈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渐渐了解 为什么这几年来有些方面 我是无为 有些方面我可以无不为 而积极的去做 所以这就是一个是前一段期间 身体也比较劳累 有些累垮 再来因为前一段期间 刚好我断食 为了身体的情况 断食了四十天 四十天是喝 只喝那个蔬果汁 再来之后是刚好 为了禅修 所以我提前结束 然后让他渐渐的恢复 在复食之中 到禅修的时候 渐渐能够恢复正常 因为我要逐渐恢复正常 我才有体力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们看到 最初看到我的时候 是很轻瘦 是不错 但是那一种轻瘦 不是完全病态 不是说病态 而是因为我有断食 所以让身体的一个排毒 然后让身体恢复 自然的那一种 免疫力 治愈力的功能 这样 所以也感恩大家的关怀 感恩师父 还有感恩各位辛苦 帮忙的各位师兄师姐 那我是来自桃园的尼淑芬 我对于这一次的禅修 我有给他一个小小的名称 就是奇妙的心灵之旅 那我刚要来禅修的前一天 心情就已经开始放松了 因为我觉得不要工作 然后只要走路 坐着吃饭睡觉 好好哦 所以我觉得我就想象 这九天我会很快乐 那所以前一天就开始快乐了 那来的时候当然就更快乐了 那每天刚开始的时候很快乐 走来走去 我还是很认真哦 我不是快乐 然后就松懈不认真 就是该走路我就走路 反正师父开始什么 我就做什么 那也不管 可是渐渐的呢 经过两三天 我就有一个念头浮起 好想 经过两三天的 最后会有一天 最后一天的时候 要心得分享 那我到时候要分享什么呢 怎么不能说就是走路这样子啊 那我 我其实自我在作祟了 那我不知道 所以我整个禅修的过程 比较 其他事情都OK 都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 我会浮出这个念头 然后就顺便反省一下说 那我今天整天到底获得了什么 因为要交差 我觉得要交差的感觉 我放不下那个不要交差的那一个 那个自我 好 那就好吧 可是可能因为这样子 我会稍微看一下今天 我有 我大概有获得了 什么样子的进展 这样子 那这个是整个历程稍 那整个历程下来 其实我到最后我发现说 整个其实获得很多 很多的礼物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想要分享 两个比较大的礼物 把它送给大家 那第一个就是说 我终于有潜藏到了 所谓的无常法应 那这个部分 我有跟 我有跑去小餐室 跟小餐老师 稍微报告一下 他说对 我这样子有潜藏到 那刚开始 先前我 就是支箭上的无常 就是听这个声音 那一声就是一声 我刚开始来 禅修的第一两天 我还是有跑去小餐室 跟小餐室的老师 讨论说 那我静坐是要做什么 就是听这个声音 那我现在还是就听到啦 就一声一声 那这就是无常吗 那 这无常 这个是支箭 那我 因为都是听师父的法 知道说 其实如果有感受到 其实是应该心灵要有震撼 所以我就想 我一定是没有感受到 那怎么感受到 我也不知道 那这是没有感受到吧 然后直到了第七天 就是星期五的时候 是开示那个观音法门 那就是要讲无常的部分 那刚好那一天 听完开示的时候 再来第一 就是十点半的时候 禅作的时候 刚好有放音乐 然后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禅师 前几天师父讲的戏梦人生 开始回想自己前面的那些戏 演完的戏 为什么有些东西 我不让它落幕 然后才会那么苦 那经过了这个过程 好像又 就是有一些感忏悔 然后就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那可能因为这样子 心灵变得比较柔软的 中午吃 那我后来又有禅师 就是有关 无常的部分 那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的心灵状态 一定是非常的柔软 所以那一天中午的吃饭 是我从第一天禅修到 那一天为止 就是最有品质的一天 然后我开始吃的每一道菜 我都会去看到说 它从一颗种子 到目前我夹起来的样子 到它待会就会不见的样子 然后逐渐的碗里面的东西 一直逐渐的不见了 那我其实我心里开始震撼 然后我就开始看到桌子原本坐着这些 刚刚大家坐满的人 渐渐的他们逐渐离去了 这就是无常啊 我每天看到 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然后我就又觉得很 开始震撼加深 然后我就吃完了 就看着碗里面空空的了 那刚刚明明就有东西 可是它变空了 我就观想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在去洗碗的时候 我当我把水龙头一打开的那一刹那 我吓到了 我哭了 因为我是吓到 我那时候觉得潜尝到无常法应该要喜悦 可是我是吓到的 后来我慢慢的最近 我这几天我再会想 我觉得我吓到的原因是 原来我们都以为我们知道无常 我以为我知道无常 我可以接受无常 其实我害怕无常 那个是吓到 我害怕无常 因为原来无常是真的 那我其实是害怕的 所以我吓到了 那这个是我整个 潜尝到无常法应的这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部分 第一个礼物 那第二个礼物是我对生命的看法 就是我对生命有重新的一个体认 那这个部分呢 我体认到的是 其实生命就是爱 那在以前可能在之鉴上 也看过这些类似的东西 但是可能都是之鉴 那像师傅放映的生命的意义 谁知道 我觉得以前都看过了 可是我就是知道了这样子 那经过了 可能在心灵品质沉淀的时候 那个时候心灵品质 我觉得是很临近 它是直接印到心里面去 而不是在头脑里面 已经不是之鉴了 所以看过那片以后 再来的禅作 我禅思的部分 就放在生命的部分 那刚刚那位师兄也提到过 所以我也是会感受到说 这就是说 我感受到就是开始观想 我们这个整个空中都充满着生命 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了 其实这些空气 这些分子 它都是生命 然后我们要怎么对待它 它才会是很好 就是我就觉得它就是生命 然后它们不停地流进到 我们的身体里面 然后我就观想 其实它们就像 每一颗微笑的小分子 一直进来身体 然后它只是到我身体旅行 然后它又流出去 身体旅行 然后它又流出去 所以我对于这个整个空间的感受 就好像有一点改变这样子 那这个是一个部分 那对于生命是爱的体认 是从我在禅座上也有一个体认 就是禅座的时候 可能因为为了怕说最后没有成果 然后又看到很多的师兄师姐 为什么打坐的时候 都可以坐那么久 我开始有点混乱掉了 我想说那打坐不是 打坐是禅师 那要禅师这么久 还是说是真的一定要进到一个禅定 那我又进不去 那我就开始努力想说 那我要来进看可不可以进去禅定 所以我觉得那个作为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很努力 然后很努力的结果 后来还是没有 后来跟我们同寝室的 就是同寝室的同修就讨论了 那讨论的结果 后来我讨论完其实就是分享 我突然获得了一个启示 因为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呢 会讨论到前面几天的一些状况 然后获得的启示就是 前面几天我们没有一些作为 那反而在某些情况下 会产生接近清安的状态 那那个是完全没有预期的时候 它产生了 而且是在我们心境有感恩的情况之下 就是某些情况之下 我们当时的心是充满着感恩 那那个情况之下是身体就自然就柔软了 所以经过这样的讨论我终于知道了 不是我想要去把坐姿做得怎么样子 或是我的呼吸去调得怎么样子 或是去怎么样子控制这个整个部分 而是我就是需要让我身上的每个细胞 每个众生它都充满着感恩 充满着爱的时候 它就是它就会柔软 那它跟这个整个法界的法瘤它才会融合 那我那时候得到这个体悟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一点震撼 因为那我就会放下我的那些执着 这个是我对生命的体认 这是第二个礼物 然后时间的关系 我要做一个小小的结尾 也跟今天早上看的 不愿意面对的真相有一点呼应 就是我是从去年 大概十一月借出师父所讲的法 到现在 我发现在这个十个月的过程当中 那个自我其实就像一座冰山 那它是 它的融化速度不是我以前所想象的 那还好这个不是那个北极冰山的融化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自我的融化呢 它可以让整个法界清凉 那就可以不用北极的冰山来融化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自我可以加速融化呢 就可以化解这个全世界暖化的危机 那我的报告就到此 谢谢 人类的这个自我 在如果没有真正开启智慧的话 这个自我它处在颠倒梦想的世界里面 它不知道 把本来净土的世界搞得乱七八糟 它也不知道 而且还怪东怪西怪外境 那这个自我因为它会带来很多的浴滩 很多的浴滩它要消耗更多的能源 还有制造更多的污染 所以这种欲望之火 它就会让北极的冰山 一直的快速的融化 人类的很多的灾难就会跟着过来 如果我们把这个自我慢慢的消融了 我们的欲望大大的减少 我们的智慧慈悲大大的增长之后 我们对待周遭环境 对待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 逐渐的清凉下来 当我们的心逐渐清凉下来 这个世界也会逐渐的清凉下来 这就是心境佛土境 OK 好 继续 还有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叫黄隽 住在台北市十大附近 我想我的年纪可能在这边算是蛮大的 但是我学这个道次第应该是最值钱的 我是上个月七月中才接触到 后来就去想应该都是有因缘 因为我们图书馆的馆长 我们图书馆的住持 他本身也是学蓝船 也是学蓝船 这样子有一些心得 有一天我们有一个义工 他就想去参加蓝修营 师傅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乱参加蓝修营 你如果真的想参加的话 你可以到灵泉禅室去 我想说 有一个影子就落到我的脑海里边了 所以有一天闲来没事的时候 我就 这灵泉禅室 空海瓦斯 然后讲金刚精神异 我说那天闲来听我看看 因为那天刚好没事 一放下去 我是讲蓝修 是讲蓝修 原来蓝修是这样子 因为我前面有参加过一次 七天的蓝修 回去以后一直都抓不到头绪 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去 回去怎么去练习 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一直很想知道说 到底要怎么进入这个蓝修的领域这样子 那我一听到师父 因为金刚精神的前面那一半 都是在讲蓝修嘛 我在图书馆一听到的时候 我就愣住了 哦 想像影纲泡泡 公公太影 原来蓝修是这样子哦 那我回去以后就开始 其实我回去听一个礼拜 我就去参加二日禅 然后就在荣原寺就遇到了师父 我觉得哦 师父怎么可以这么亲和呢 因为我以前接触的师父都是非常严肃的 然后我们眼睛都不肯看师父的 师父在讲话的时候 眼睛是看这里 我眼睛也不敢看你们啊 对啊 我说 哇 那个我第一次看到师父的时候 我真的也非常的惊讶 师父怎么会这样的亲和力呢 怎么这么这么的和蔼这样子啊 那我参加了二日禅之后呢 接着我就到这边来了 所以等于是说我在一个月之内呢 我就马上的进入了这个禅修 所以我其实懂不多啦 但是为了参加这个禅修 我非常认真的在课前 我就赶快去听那个道次第哦 这样十天我大概听了六 要来的时候大概听了六十七片 就一天大概听六到七片 听到腰都非常的酸 但是我觉得我既然要来 我应该对师父的那种理论架构 我应该要一点了解 我才不会白来一趟这样子 所以我蛮认真的去做文师啦 那在听文的时候 其实我有好几次都非常的惊讶 当我第一次听到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的苦是来自于探生吃嘛 这很清楚 都是来自探生吃 可是当师父提出的那个 他的讲法是说 当我的六根面对着六成 那就是你的苦海 哦我听了以后真的是 哦这么实际 这么实际 你的六根接触六成的时候 就是你的苦海 你的苦海是在那边 而不是说有一个外面很苦的世界 是那些境界给我苦海 原来是苦海在这里 我蛮惊讶的 真的很惊讶 那还有一个是说 因为我也在学那个什么 空性的东西啦 然后就讲什么 明言有 实际无 那是什么东西啊 明言有实际无 我还先是抓痒 抓不到痒 你抓不到痒那种感觉啦 就非常的压抑 然后听师父讲 从那个整个宇宙的源起 然后到我们整个身体的那种分析 包括地水和空啊 然后包括各种器官啊 然后这样子去看到那个无我 我会然发现 我怎么这么容易就体会到这个无我 他的那种境界啦 这样子 那无常也是一样啊 我觉得无常我很了解啊 我非常了解无常 我每天都看到很多无常啊 但是我发现我看到的无常 是生命的无常 就是生命啊 人啊 周围啊 周遭啊 有一些人死亡啊 我看到的是这个无常 虽然以前我师父也常常讲说 这个无常是很粗的哦 还有更细的无常 但是我师父没有再进一步的诠释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 像这一次来禅修哦 对那种非常细微的无常呢 去做一个体认 那三华印就是无常嘛 无我嘛 捏盘即进 哇 我觉得在这次禅修里边 我的受益是很深 受益很深 那其实我一直觉得说 我的修行路 在没有来之前 没有接触到师父的话之前 我会觉得我死路一条 我觉得我是死路一条 我没路可走了 真的是没路可走 那我就曾经心举说 我去念佛好了 曾经有一个问我说 如果你现在要死了 你要去哪里 我说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因为我对阿弥陀佛的世界 也没有信解 也没有接触嘛 可是人家听说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会来接你啊 我说那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我那时候非常的彷徨 所以我每天都对着佛菩萨祈求 说我希望我能够很快的 我这一生能够很快的 遇到一个具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 我很需要善知识 那以前我在读那个般若经的时候 他讲说那个常体菩萨 他为了寻找他的善知识 每天都不停的哭哭哭 其实我没有办法体会 说寻找善知识有那么重要吗 哭哭哭一直哭哭哭哭 不停的哭这样子 当我在向佛菩萨祈求的时候 我内心突然领会到 那种常体菩萨他的心 他的苦 他的苦 因为你没有一个明眼的善知识 来指导你 真的是死路一条 真的是死路 我不知道我的来生要到哪里去 那我真的很欢喜 能够接触到师父 那我觉得师父最厉害的地方 是说他有实证的功夫 而且他能够很善巧地把它说出来 我觉得这种很善巧的说法 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 我觉得蛮欢喜的 那今天早上呢像 我一到大殿来 然后就发现说 哇好多人都在那里打扫 我弄得干干净净 他原来就是一片狼藉这样子 然后看到很多人就打扫 然后那个场地就焕然一新 我突然领悟到说 是啊我们来禅修也是一样啊 你看昨天那场风雨 当我们的内心起了那种 贪啊撑啊吃的时候 那种风雨 那种摧残 对那种整个宇宙的摧残 那对我们内心的摧残 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那我觉得这一场风雨 还有今天早上的那一场 那一场呢是 对我们这次参修一个 很好的诠释 你看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都在各个角落 然后很认真地打扫 很认真地打扫 就好像我们很认真地去 清扫我们的心地这样子 那个心地焕然一新 那种干净的感觉 是多么的美好啊 我觉得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谢谢 越来越来跟大家心得分享 师傅 各位师兄师姐 各位同修好 我本来是 我是参加两日产而已 我没有全程参与 最主要是因为 我在上班的关系 本来想说不能参加 很可惜 可是后来 在其他的师姐的鼓励之下 他认为说 这两天你还是要来 来听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个 就是新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怎么样 跟大家一起共修 那我这次来参加 我是觉得说没有白来的 最主要我看了那个 师傅你录的那个 什么宝贝绿秀妍 给我的一个感受 也蛮深的 那因为这样子的 这个绿秀妍的这个影片 直接好像也回答了我一些 我一直在困惑的一些问题 就是因为小孩子的一个问题 因为从丽秀妍的这个影片里面 我看到他说 他这个小鸟 这个嗷嗷待哺 从他生下来之后 我觉得公鸟跟母鸟 两个都很尽责 他会照顾这个家 再来他嗷嗷待哺的时候 他们两个也是很尽责的 就一口一口的 把东西这样子送回来 那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马上庆幸说 我们人很好啊 我们有两只手 他是一个嘴巴这样子 叼来叼去的 虽然这么忙碌 他还是为了他的下一代 再努力 那我们又算什么呢 我们把东西带回家 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这个给我一个感受 是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 等他这个小鸟 渐渐成长之后 我觉得这个母鸟 跟公鸟 他会学着让他自己 他在旁边看 让他自己来独立成长 让他学习成立成长 那我觉得这个 给我一个感受也很深 因为我最近 我也是为了小孩子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说 我好像一直要去帮他 我会受到他的情绪的影响 然后我会不知不觉的 就受到他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影片的话 刚好就是 也解决了这个我的问题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说 等到他小孩子 比较长大的话 他就必须要 自己学习独立 我只能在旁边观望 可是呢 相对的 我倒是觉得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人跟鸟不一样 人的是有情绪上的一个问题 有心理上的一个因素 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来修行 这个我也理解到了 这个一个原因 那再来的话 等到他长大了之后 我觉得 他这一方面的 这个小孩子 至于说 他将来会不会还补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是我后续的 我自己在衍生的 可是我发觉到说 公鸟跟母鸟的话 他是对 这个小孩子 是没有期待的 所以自然而然 他就没有 这一方面的一个痛苦 所以这个感受 也给我一个 很深的一个震撼 那此外的话 我是觉得 我一到这里的话 我看到这个影片 我觉得可以在佛堂里面 看到这样的一个影片 好像看到那个Discovery 在电影里面 或者是那个 国家地理杂志 它的整个感觉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师傅 还有志明兄 他们拍的这个影片 我觉得是相当的不容易 让我们感觉到说 这个现在学佛法的话 也不需要 一定要坐着 很严肃的在读 这些佛经 而且一定要有那个仪式 那我也是 为什么 我就是很欣赏 师傅 这个在解释 这个在讲经说法方面 他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他可以应用一些科技的 比如说影片 来说法解经 那此外的话 他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来做 来这个 那让我们感觉到说 我们学这个 学佛的话 不一定要这么严肃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 用一种比较 轻松的态度 用幽默的人生 用艺术的人生 我们除了追求真 善之外 还可以追求美 另外的话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 很轻松的一个态度 来面对人生 让这个佛法 不会那么的呆滞 那么的矮板 谢谢 你们都比我会讲话 能眼善道 善于表达 不像空海长长 一眼垂垂的呢 是跟空海学的 那这样 清出于懒 更胜于懒 他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 我们用那个拍 宝贝绿秀园 然后有这样的音源 把它在佛堂 残堂里面呈现出来 那这也是从一个角度 活泼 生动活泼的角度 来诠释真理实相 也是用生动活泼的方式 来讲经说法 不要停留在以前那种 呆板呆滞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 你 也算是一种知音 你终于看懂我们的用意 说实在的 我们最近这一年来 我想说 因为我个人觉得 解读到所讲的 有关于经典教理方面的 我们现在 现有这些资料 已经相当够 文师修方面 已经相当够 那我现在希望 从下一个阶段 从不同的角度来 一方面 让大家 可以更生动活泼的 体悟到法 一方面 能够接引更多的 大众化的众生 可以来了解 真理实相 所以我们现在 未来的走向动向 会有两个重点 会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我们会加强 类似那种 宝贝绿秀演这种 资料的摄影 收集 那这个牵涉到 后面的制作 也就是说 影集影片的制作 像类似Discovery这种 它能够把 很多不错的资料 然后把它用出来 来跟众生分享 那我们会 除了拍摄 这些珍贵资料之外 我们会再配合 一些法的角度 来协助众生 看得更深入 所以你看这个 跟看Discovery 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再来 我们第二个着重重点 就是希望能够有人 大家一起来加入 就是从事与这种 电脑的动画卡通制作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长 希望你大家一起来加入 我们这个团队工作 或是说 你虽然现在不会 但是你有心要学 有意识来加入 这样的一个团队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 为什么我们将来 会着重在这两方面呢 一方面 我们希望就是说 因为幼稚园 国小 国中的小孩子 他们的吸收能力 很强 那我们现在 如果能够让他们 从小就 有正确的人生观 从小对于宇宙真理实相 就有正确的认识 这样不是更好吗 那种真理实相 教育的扎根要往下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对于幼稚园 对于国小 或是国中的这种 青少年儿童的话 卡通影片的效果 非常好 非常高 所以 我们希望就是说 将来能够 我们可以自己来制作 我们有这样一个团队 自己可以来制作 卡通影片 类似那个日本的 一修和尚 一Q桑 那个就是很成功的 影片 它具有 启示性 教育性 具有残疾 残味 你看那个 它可以帮助我们人类 一个唤醒我们的良心理性 保存我们的存真 一方面 你又可以重重去 学到智慧 学到慈悲 所以以后我们会着重 第一个是 动态的那个 卡通的制作 当然这方面 要有一个团队 希望大家 你有心 欢迎大家一起来 你就会说 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那你愿意来参与 欢迎你跟中心来报名 第二个就是 影片的剪辑 剪接 制作 这个也需要 大家来发心 OK 好 继续 好 继续 好 继续